坐落于香港中环摩天大楼临次质笔的金融心脏,留着180年历史的中环街市,在历经13个年头的历史活化工程后,终于在2021年8月的尾端以旧貌新言在原址重新营业。 中环街市历史悠久,最早开设于1842年,曾是东南亚最大的肉类市场。 上世纪90年代,随着周围高楼叠起,中环街市的功能一度衰落,至2003年不得不停止营业。 其后,中环街市数次在城市规划中遭遇被拆的风险。 2009年,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对中环街市进行活化保育,几经广泛的社会咨询和多番设计方案,首阶段活化工程于2020年年底完成。 如今,这座古老的街市已是三级历史建筑物,包号四主义建筑风格也使其成为中环地区的达卡圣地。 无休时段,街市人潮拥挤,除了附近写字楼前来觅食的上班族,一步伐步履蹒跚的老香港来寻觅旧时光。 痛饮一杯香港本地酿造的新鲜啤酒,继续探索香港老味道。 活化后的中环街市保留了原有建筑形态及特色,新旧元素交融相衬。 古老格局和科技互动自然碰撞,信不其中,保留原始风貌的摊荡触手可及。 虽然货架空旷,却不难浮现出昔日瓜果杂陈鲜肉悬吊的烟火景象。 无论是彩绘着历史元素的漫画墙,还是呈现街市旧景的照片长廊,都令人失而失神,仿佛穿越时光。 而阵阵浓郁的咖啡香又立即让人想起,这里已是一个综合文化社区,更是初创品牌的孵化地。 中环街市以文化保育为主旨,不以消费则主张,也不以获取最大盈利为运营原则。 它的重新营业不仅为游客和市民提供更具活力及多元化的用途,更大的意义在于历史旧建筑重换光彩,让都市审美多了一种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